北京时间10月1日,西班牙媒体《每日体育报》爆出猛料,由于巴尔维德与巴萨的合同到北赛季后结束,在不确定许约的情况下,巴萨正在物色下一任主帅候选。 亨利的名字赫然在列,甚至,西美指出,巴萨已经和亨利有过谈话。 球员时代,巅峰时期的亨利是世界最强前锋之一,退役之后,亨利曾出任比利时国家队助教,最终,法国传奇帮助欧洲红魔拿到世界杯技军。 本来,亨利十分接近出任法甲球队波尔多主教练,但最终,亨利拒绝了邀请,现在,亨利的名字和巴萨联系在了一起。 西美指出,巴萨俱乐部已经和亨利有过一次谈话,巴尔维德上赛季帮助巴萨拿下双冠囊,不过欧冠中耻辱出局,还是让球迷不满。 本赛季,巴萨虽然仍是西甲领头羊,但最近三轮不胜,状态堪忧。 此外,巴尔维德与巴萨的合同到本赛季后结束,双方还没有续约,因此,巴萨方面已经在考虑,必须宣定一位候选主帅。 而亨利曾在巴萨校里,和巴萨技术总监阿比达尔是好朋友,因此,亨利也成为了潜在的巴萨候选主帅。 踢球时,亨利曾先后师从温格与瓜迪奥拉,与法国主帅德上,前黄马主帅齐达内都是好友,后四人都是顶级名帅,尤其是德上和齐达内,更是新科世界杯冠军教练和欧冠三连冠主帅。 因此,亨利与这么多伟大教练共事过,也有成就伟大的前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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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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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